三藩市 路窄走坪赞国威 贵州茅台纪念日三周年 相信讲到茅台走 很多人都不陌生 昨天11月12日 是三藩市的贵州茅台纪念日 贵州茅台联同NBA金州众事队 在三藩市举办庆祝活动 中国驻三藩市总领事黄东华 后任加州财务长马世雲 以及一众三藩市民选官员 出席了庆祝活动 总领事黄东华在致辞中表示 茅台酒不止是一个中国著名的品牌 亦是中国和三藩市 友誼和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 其实早在103年前 茅台酒就曾经在三藩市震惊国际 1915年 巴拿马曼国博览会在三藩市举办 贵州茅台酒首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并奪得了博览会金奖 当中发生了一段趋势 一张展览的茅台酒在搬运时不照身跌烂 导致酒香4亿 吸引了评委和观众前来观看 而这段趣事后来被写成 露宅酒瓶镇国威的佳话 而18年后的2015年 三藩市市长李孟然宣布 将11月12日定为贵州茅台纪念日 而昨日是这个纪念日的三周年 贵州茅台的全美独家代理 南洋贸易股份有限公司的周文山先生又表示 贵州茅台已经和华人社区物不可分 在昨晚的庆祝活动中 三藩市市参市主席国贺Maria Cohen 为贵州茅台颁发证书 肯定了该品牌在三藩市的贡献 除此之外 贵州茅台亦是NBA金正用事队的官方合作伙伴 比较多的美国人可以了解茅台酒 而再一次证明 贵州茅台酒已经走出国门 成为在国外有影响力的品牌 天下卫视记者 刘健錦 报导